小朋友 爸爸媽媽 雙方人馬積累開戰 四號在天母運動公園 台北市原住民族運動會盛大登場 族人不畏豔 下場參與運動盛會 而今年也是疫情解封後 暴民人數最多的一次 這是有史以來 我們最多的一個隊伍暴民 今年暴民的隊伍一共有58隊 大概有2500個的選手來參加 這是往年都沒有的一個例子 眼神專注秉氣凝神 傳統運動項目也包括 傳統射箭 彈弓 傳統拔河等六項 不只是體能上的比賽 也是傳統的生活技能 精彩的不只有競賽場 舞台上的表演也相當喜驚 在音樂渲染下 現場氣氛相當熱鬧 而一年一度的台北市原住民族運動會 除了凝聚族人外 參賽團體中也有非原民組成的隊伍 一起透過傳統競技了解原民傳統生活文化 而且我們這次最在推動的是全民原教 其實我們這58隊的隊伍裡面 其實有其中的隊伍是非原民的市民朋友們 穿造在裡面 最主要的是我們要讓他知道 我們台灣原住民的一個傳統文化 競賽場上展現活力 展現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 也加深族人彼此間的情感 更新穎在台灣學習的國際學生組隊報名 將原民文化發揚國際 有的新聞革讓陳明問別的量 台北市採訪報導